中華隊的球員代表了中華民國在日本比賽 雖然呢 輸了兩場 進入了前八強 這已經是我們棒球史上面來一個新的記錄了 但是呢 這些球員要回家了 回家呢 卻沒有飛機耶 回家卻沒有包機 而要他們呢 請你們分批分著十幾批 慢慢的一個一個回來 怎麼中華民國做得這麼的爛 好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中華健兒打進經典賽的副賽 是怎麼去日本的 好不好 我們是包機喔 華航 A330空中巴士喔 可以坐300多人了 來 我們去算一下座位 如果你把這個正機師 副機師加上機組員全部13個 還有300多個座位 所以你去的這些棒球選手還可以帶著家屬 哇 大家是不是有想到我前幾天講的 美國職棒大聯盟 他們的這個球員都可以做一排 還跟一家屬一起做對不對 去的時候中華民國的表現就真的不錯 對我們的球員因為是要去出國為國爭光的 好 雖然我們常講成者為王敗者為扣 對 我們輸了 但我們輸了你就要用對待扣的方式來對待他嗎 對待誰 對球員 對 我們打進八強已經是最好的成績了 你就因為輸了 所以就把他當成敗扣嗎 來 彭正銘 恰恰 中華隊的隊長 你看這張照片訴說的什麼故事 他坐著這一彎飛機 他坐的是經濟艙 球迷看到這一幕把他拍下來 拍下來不是當狗仔 拍下來是要告訴我們的中華放血 你這樣對我們回來的球員讓他坐經濟艙嗎 你這樣讓我們所有的球迷心都碎啦 還記得 球員代表的國家出去比賽 回來沒有飛機可以坐 沒有專機可坐 你居然連一架飛機安排一些商務艙給你 都沒有 叫你坐經濟艙 還記得他曾經當鋼鐵人用自己的健康去換得把那球擋下 還記得嗎 這豈不是跟北韓一樣 打球輸了以後你回去就要勞改 是 好 鋼鐵人 結果是這樣的遭遇 OK 我為什麼剛剛一開始要講是怎麼去的 證明我們不是沒有辦法用同樣的方法讓他們回來 而你卻沒有做到 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棒鞋的回應 包括棒鞋的理事 立委 廖正錦 或秘書長這些人 他們的回應說 其實這是尊重美國大聯盟的安排 大聯盟的安排有兩種 第一種呢 沒有啊 我沒有讓你坐經濟艙那麼可憐啊 有商務艙啊 球員教練都可以坐 只是必須要分配在不同的班次 不過這不含家屬 OK 好 那另外一種方案呢 就是 你如果要讓你的家屬可以跟你一起坐飛機的話 你必須把商務艙的機票換成兩張經濟艙的機票 因為我們知道商務艙比較貴嘛 這樣你的家屬就有一位可以使用 你知道做什麼棒鞋呢 講一講 突然發現他好像沒有辦法平息中路 他在加碼講一句 講什麼 而且上一屆 2009年3月8號下午 我印象非常深刻 當時我們中天新聞也有資料畫面 他說 他說當時回來也是分批回來 等一下 但是我們中天新聞 畫面 你看畫面 2009年 對 一起回來 對 畫面會講話嘛 是一起回來 好 你這樣子是不是硬拗 有網友就開始質疑了 OK 我必須講 如果說當時這個從日本 就是這樣子從回來的時候呢 你說真的也許他是有分批 就算他真的有分批 也絕對不會像這次那麼扯分13批 我跟各位說啦 好 OK 那現在網友就出巢啦 甚至有人不但駭盡了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裡頭有介紹中華棒鞋嘛 有人把棒鞋兩個字改成 惡棒 慾棒相爭的那個棒 然後邪惡的鞋 棒鞋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中華隊 跟世界各國隊伍的比賽競爭 當成是慾棒相爭的話 那誰與翁得利啊 棒鞋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先講國光獎金 是不是真 那個時候沒申請 也是這種感覺 很吊氣 很落差對不對 好 可是各位知道 其實中華金融是有出廠費的 這一次呢 將近大概差不多 將近一百萬美金 就接近三千萬 而根據內部的規則 中華棒鞋可以分到八百多萬 你為什麼 他們坐在辦公室 也就可以分八百多萬 這叫漁翁得利嘛 那你為什麼不拿八百多萬來解決 這一次回來的包機問題 絕對夠 但更誇張的還不止贏於此 居然這些球員到了日本 沒有早餐吃 立剛你會不會吃早餐 我當然要吃啊 早餐重不重要 重要啊 一個運動員要為國爭光的時刻 早上餓肚子 我早上餓肚子開會 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頭都要昏了 何況他們還要打球 何況他們要打球 對啊 六號到日本 七號早上要起來吃早餐 沒有 沒有早餐吃 結果呢 怎麼樣呢 謝長安總教來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子 他是怎麼樣 把球員集中起來早餐會嘛 你知道嗎 結果早餐會 大家吃完早餐之後 沒有人付帳啊 立剛 什麼 還有這種事情 沒有人付帳 誰付錢 哇糟糕怎麼辦 趕快打電話 棒鞋找不到人 最後中華職棒會長 黃鎮台先生站出來 好啦 我買單 怎麼會棒鞋連早餐這種事情 都搞不定呢 而且這還不是說 今天打輸了 難不成還叫球員自己付早餐費啊 我都合理的懷疑 中華隊是不是就是因為沒有吃早餐 棒鞋這樣的東西 你才會導致我們對日本是不是後繼乏力 如果就原因來看的話 你那個早餐都吃不好 你還要叫我們球員能夠打到跟日本 採用到時局下 這真的是台灣奇蹟 所以說你看 對不對 最後 我們還了解一下 中華棒鞋給他們一個人多少餐費 棒鞋出來喊冤 一個人有九千塊日幣的餐費 九千塊一天 請問折合台幣是多少 不到三千塊 立剛不到三千塊 你住的是五星級飯店 等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說 球員他等一下要吃午餐要吃晚餐 他還得自己跑到外面去找麵店 去找便利商店去吃嗎 沒錯 而且你真的 你要吃午餐餐嗎 五星級飯店吃一頓 就大概破這個數字了 大概就兩三千台幣 就已經破了 所以說 是不是很離譜 大家看了 你怎麼會覺得不心痛呢 球員餓肚子沒有早餐吃 最後是駐日代表跟體育署 撥了十萬塊錢 這些球員在這幾天在日本 才有飯可以吃 這磅鞋究竟在做什麼 聽來聽去好像只有一件事情 磅鞋是不是只有領錢的 這次號稱史上最長的街機 你看鄭大宏 你把這個時間表全部列出來了 譬如說他從東京那邊起飛 7點20分 大家知道到機場要不要Check in 對不對 你一定是大概五六點就要起床 所以鄭大宏 因為這次沒有什麼上場 所以他先排 比較早回台灣 反正比較累的感覺 你要知道大陸的國寶熊貓都有鑽機 所以代表什麼 我們比畜生還不如 我們國家英雄比畜生還不如 貓熊到處飛還有鑽機飛 而且我們這次分松山桃園 松山桃園 你知道我們那網友 包括我們球迷可憐 如果要遭松山機場 你叫松山桃園是鑽票而已 還會踏車對不對 從早上看一下7點20分 鄭大宏第一班 他就被套了很多花圈的隊 到下午的高志剛 到今天其實是跨天 還跨到今天 跨到今天 對啊 那你看高志剛 王建民剛剛下午才回來 對 好來 我們從鄭大宏到高志剛 回到桃園的 剛出關的話應該到7點左右了 換言之12個小時 史上最長的街機不為過 除非是飛機delay 為什麼我們一個一個 而且分散了 還不止這一夜 還有下一夜 來來來 哇 這麼多 對 那這麼多球 我們總共28錢有加教練 那今天王建民到 明年周思琦 還有一個周思琦 周思琦還被丟在日本 等於跨三天 因為王建民說 他想在日本走一下 大家不要想那麼多 那周思琦 他可能今天在日本迪士尼 中華職棒用了18個人 後勤補齊系統 而且勤收 還有包括復健師 八個人 就是那個我們的復健 八個人都是中華職棒買單 中華職棒聯盟買單 放學你買單的哪一項 你敢說你出多少錢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林中城秘書長 你剛剛在開記者招待會 麻煩晚上開一個招待會 再說一下 到底這個錢你們花到 拿到哪邊去用 或者是說我們的 中華職棒聯盟秘書會長 竟然是堂堂的會長 包括四個球團的老闆 林議所董事長那種 都拿不到官方的VIP 請教一下官方的VIP 跑哪邊去的 請給我們答案 但是中華棒協 他們在整個開球的時候 中澳大戰的時候 開球的時候好像也做了一件 令人傻眼的事情 報告 偷偷跟 吳敦毅副總統報告一下 中華棒協害了你 全世界開球 沒有人開兩顆球 你那天天氣冷得要死 你又發第二顆球 還跟鄭達鴻 我剛剛那個熱身 不然是完慢的 再投一顆 你知道我們在一壘車 全部三字經都出來了 所以吳副總統以後開球 只要投一顆就好 真是的 中華棒協 你這次來真的是搞了 許多的烏龍 我們在日本進入了前八強 但是球員的心情 其實他們覺得說 他們還是有點遺憾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